下面的安装过程会以初学者的角度制作,也尽量以不简洁为主,让您可以比对,步调会比较详细比较慢 如果你已经不是初学者了,再麻烦请把影片调两倍数观看哦 有大大有测试过Windows 7是不能安装的,我想Windows 8应该也不行 所以这边会与Windows 10或11为主,上一个Stable Diffusion Web UI的安装影片 有些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问题,老阿贝看了那一些问题之后,花了点时间做一个更简单的安装 看看可不可以避免掉一些问题的产生 当然,这个安装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电脑配备跟网络环境并不一样 这个安装其实跟上一个安装方是差不多,只是老阿贝把一些手动的流程转成自动 试试看会不会对初学者更有帮助一点 接下来就开始安装咯,先来打开你的档案总管 选好你要安装的硬碟槽,假设老阿贝要装在一层 点两下滑鼠左键进入一层,在空白处按滑鼠右键,选新键资料夹 设好你要的资料夹名称,这边要注意一下哦 资料夹名称最好只有英文,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符号 中文,韩文,日文,泰文,阿拉伯文等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设,就跟老阿贝一样设,SD就可以啰 再来我们点滑鼠两下进入SD资料夹 然后来打开安装2.0的影片 点开下面这个显示完整资讯 第一步先来安装这个Python 确定这个安装版本是3.10.6版的 安装其他的版本会有问题哦 到下面来点这个64位元的安装连结 下载完毕后,按开启 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表示你之前已经有安装过Python 如果你出现的不是这个画面,那你就是第一次安装 等做完这个步骤就会说到咯 我们先把这个Python按这边解除安装 解除安装成功,按这边来关闭 第一次安装Python,没出现前面那个画面的 从这边接着开始,来这边点开启下载好的Python 这边记得把它给打勾哦 再来按这边开始Install 安装完毕后点这边关闭 回到影片 第二个步骤是安装Python 点这边打开Python 下载这个64bit的安装档 按开启 这个不论您是第一次安装还是之前有安装过 都是一直点Next就可以了 点到最后会有一个Install 再点下去就会开始安装 安装完成 把这个给取消掉 按Finish关闭 再回到我们的影片 第三个步骤是下载老阿贝写的自动安装档 点这边 点这边来下载档案 这里我们选择另存新档 然后找到您刚刚新踪的那个资料夹的位置 老阿贝是装在一槽里头的SB资料夹 按这里来储存 点这边来打开这个资料夹 在档案这里按滑鼠右键 点解压缩全部 点这边把后面的英文字删除掉 然后再按这里的解压缩 把这个压缩档删除掉 打开这个资料夹 点两下第一个档案来执行 如果你出现的不是这个画面 而是这个的话 请点其他资讯这里 再点这个仍要执行的按钮 就可以继续执行了 切回到我们刚刚的画面 老阿贝写的这个执行档 跟网路上流传的一件安装包不一样 这个执行档只是简化第一个影片的操作过程 抓的都是网路上原厂的档案 所以在安全性上面不会有问题哦 请放心使用 除非原厂本身就出问题 这个安装过程 一老阿贝的这台文书电脑和网路环境 大概跑了23分钟左右 让我们来加快时间 这边加快时间了还要这么久 很多人以为安装失败 其实没有哦 这边也有人问 先来挪一下画面的位置 这边是跟你说 Pick这个有更新的版本 如果您要更新版本的话 安装完毕后可以执行这一列来更新 不用更新也可以正常使用哦 老阿贝的电脑也没有更新 这边也安装蛮久的 所以也有人询问 以为安装失败 老阿贝在这边等了大概快4分多钟 都没有动静 其实并没有安装失败哦 不要认为他没反应了 就把这个视窗关掉 如果他有错误 他会出现错误讯息 有出现错误讯息 再把错误讯息复制起来 贴到留言那边来看看 10倍数加速时间 终于跳下一个步骤了 这边开始从网络上下载一个3.97GB的档案 因为老阿贝这一台电脑没有New Video独立显卡 所以会有这边的警告 这边的下载时间就看您那边的网络速度 让我们来加快时间100倍 终于跑完了 他会自动执行没有NVIDIA独立显卡的设定 如果你没有NVIDIA独立显卡 把这边选起来 按一下滑鼠右键 他就会把这一段复制起来 切换到浏览器 在这边来按滑鼠右键选择贴上并前往 这样就全部安装完成了 再来说说几个档案的功用 先来把这个关掉 打开档案总管 点到你刚才安装的那个目录 这边就是城市刚刚帮你安装好的 Stable Diffusion WebBI资料夹 点进去 往下拉 这四个是老阿贝帮您新增出来的档案 第一个是内显专用 第二个是NVIDIA独立显卡 4G专用 第三个是NVIDIA独立显卡 8G专用 第四个是NVIDIA独立显卡 16G或以上专用 如果你不晓得您的电脑硬体可不可以用的话 就从第一个开始执行 不能用的就会发生错误 像老阿贝这边没有 NVIDIA独立显卡 如果执行第二个 就会发生像这样的错误 这样的错误也是很多人有提问的 再来 如果你有在执行的时候跑出这个画面 记得来这边点这里 再来这边点这里 这样就可以啰 再提醒一下 这个安装是直接从原厂下载 不是网络流传的那个安装包 所以安全性上没有问题哦 那个警告画面 只要同一个档案点过一次 下次就不会再出现了 下面再来分享一个很烂很烂的加速方式 就是你可以点开两个WebUI同时使用 就是多开啦 这两个的不同之处就是 IP后面的port不一样而已 这个port是7861 这个port是7860 虽然多开还是各自运作 方法很烂 但可以完全发挥CPU的效能 睡觉前设定好 起床后图就都画好了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花大钱买独立显卡啦 再来讲讲另一位大大问的一个问题 刚好这边很方便来解说 他问说原本装在西槽 但是后来西槽的空间不够了 如何搬到其他的槽 首先你先用这个影片教的方式 安装到其他的槽 老阿贝这边是装在一槽的SB资料夹 西槽的Jack88有一个旧的Stable Diffusion 新的安装好确认运作没有问题后 再把旧的model Laura和Extensions复制到新的这边来 测试没问题后 就可以把旧的Stable Diffusion WipeUI删除 还是不懂没关系 我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是新安装的 资料夹 按滑鼠右键选择复制 再到新安装的资料夹的同一个地方 点空白处 按滑鼠右键选择贴上 这边点取代目的中的档案 再来就是models和Laura 方式都一样 点这边回到旧的地方 找到models 点进去 把这两个资料夹选起来 按滑鼠右键选复制 再到新的安装同一个位置 把它贴上就可以啰 在这边确认无误后 贴上 点取代目的中的档案 这样就完成了 让我们打开WipeUI来测试看看 点重新整理 看一下extensions是不是有复制过来了 看起来是有帮过来了 models也帮过来了 如果有安装成功 可否帮老阿贝在留言那边留加一 如果还是安装失败 请留下完整的错误讯息 老阿贝会尽可能帮忙 找出问题之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有帮助的话再帮老阿贝 订阅分享 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